所以你們可以發現這個是最後完成檔 那完成檔的話為什麼用TIFF TIFF跟各位講 TIFF的話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基本上跟JPG最大的差別是 JPG的話是屬於 破壞性壓縮 也就是它的檔案是經過壓縮過 檔案會比較小 看一下有小很多嗎 這個200 它的大小是245KB 那這個的話多少 這個變成66.8 等於是小蠻多的 那JPG的話等於是 壓縮過的 所以 假設你把它細節放大的時候 那可能會看到它有一點點那種模糊的狀態 OK 那另外的話你把它打開之後因為我們是72dpi 那72dpi什麼概念 就是說如果你假設沒有放大的話 像這樣看還OK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它往前推 放大之後的話你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 什麼狀態發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它的那個 每個地方邊緣 都變成所謂的鋸齒狀 OK 所以呢這個地方的話 就會是它一個最大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不希望說把它放大之後變鋸齒狀的話 那可能這張圖在設計的時候呢 可能就要稍微再 把它的那個解析度調高至少要300吧 300你把它放大 還不至於說會那麼 那麼那麼誇張 OK 比如說邊緣會這麼 有沒有 這些鋸齒狀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個部分 你想說老師 那那個Photoshop跟另外有一個軟體叫Illustrator有什麼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 就是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說你是用Photoshop它裡面紀錄 影像的是用像素有沒有 解析度裡面就放點嘛 有顏色的點 那如果你是用那個Illustrator的話 它那個地方裡面紀錄它的形狀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大的話 Illustrator它是畫出來的 有沒有 沒有所以它這個 所以它你怎麼放大 它都不會有所謂的鋸齒狀 因為它是 當你把這個圖 顯示出來它就畫出來而已 所以它其實紀錄的就是這張圖的一些 線條 跟形狀 所以假如說Illustrator 比較適合做那些動畫 比較不適合照片 為什麼這照片太複雜了你說要把所有的細節 通通畫出來 哇那實在是太困難了 所以有一般照片的話 通常會用Photoshop 紀錄它的點 那如果是一般的像一些插圖啦 有沒有小圖案的話 那通常會用Illustrator的 這個可能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這個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我們基本上呢就是先按照題目要求 先設計出我剛剛要的 另外我剛剛有大家看一下你們的其中報告 有幾個同學沒教 張子榮有沒有 有沒有來 還有那個 這個王洪 王洪燦有沒有 還是 洪妙淳 沒有 還有 徐家興 有沒有 周育騰有沒有 你有來嗎 那你要趕快交喔 OK因為 成績要交出去 記得要交喔 OK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 第一個 我們第一個動作OK了 第二個動作就是要跟那個剛剛那張圖完全相符啦 那所謂的相符就是他有讓你知道那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拿這個來用 不行因為 那張圖基本上呢他已經合併了 所以呢他裡面的東西 他變成沒有辦法直接拿來用他只是讓你知道說做出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按照他題目的要求 第二點 設計項目 那他說第一個要建立一個塗層 那塗層的名稱叫背景 那並且呢利用漸層工具 然後呢填入這個顏色 OK那怎麼樣填一個漸層顏色進來 那第一個的話呢 他要我們做塗層所以我們這張圖已經OK了 那未來如果說你要把它放大縮小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記一個快速鍵Ctrl-加 就放大Ctrl-減就縮小有沒有這邊可以放大縮小 所以一般我習慣如果要針對這張圖稍微放大的話 那我按Ctrl-加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如果說我今天要加一個塗層的話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Photoshop的右下角會有個叫塗層的一個管理員 塗層的話呢如果我要新增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下方呢就會有個塗層 的一個 讓你可以新增的一個 功能 所以你可以點選塗層之後 那你可以看到塗層的下方就會有一些工具 那其中的話有一個叫新增圖建立新群組 那這個就建立新塗層 所以呢如果你假設要建立一個新的塗層的話 那記得啊你可以點這個新塗層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多一個塗層了 那第二個請你在這上面點兩下 那給他一個名稱叫背景 因為他需要一個塗層 叫做背景 OK 所以把這個背景兩個字輸入上去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就要 針對這個塗層 填上什麼呢填上一個漸層色 那你怎麼知道它漸層色長什麼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就完成的 類似長這樣子 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這個圖的話它上面是這個顏色 下面是這個白色 所以其實可以發現如果是漸層的話 應該是從這個顏色到 白色 那中間可能大概就是 有個過度盡量跟它完全 跟它完全一模一樣不太可能啦 但是要接近喔 只是說要怎麼接近 那首先的話我們要知道說 建一個塗層之後那我要怎麼樣在上面 做一個漸層效果那各位可以在 左邊這邊叫工具列 裡面找到有一個叫漸層工具的 那漸層工具在哪裡喔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游標你把它放在那個每個工具上方 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工具的名稱叫什麼 有沒有其中這邊有個叫漸層工具 另外的話各位可以看到喔 每個工具的 這個很小有沒有右下角有個箭頭 那表示說你如果按住不要放一秒鐘 它會有裡面的 其他功能也會顯示出來 包含什麼油漆桶 OK還有漸層工具 好那首先的話呢 我希望把它做成這個漸層工具 所以我就不設定了先點它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上方會出現 可以讓你選取漸層的一些效果 看你是要 有沒有這種效果是不是 不是吧因為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複雜不需要這麼多顏色 我只要兩個顏色 所以接下來的話如果你要做漸層色的話 當然這邊有填顏色的地方 OK那我們填什麼顏色 其實它有提示給我們 R是紅色 紅色的話是237 綠色的話是27 然後藍色是60 也就把這幾個數字 把它填到那個調色盤裡面 有點像我調一個顏色喔 所以就把這個數字記一下 這個多少 紅237 然後綠的話多少 馬上忘記 你們又不是老人 OK 多少我也忘記了 糟糕 27 這個是27 237 27 那這多少 60 OK 那就這幾個數字之後的話 顏色就出來了 那如果你想要加個 漸層效果啦 你就按住不要放拖拉看看 有沒有發現出來了 可是你想說這樣OK嗎 這樣好像不太OK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復原一下 這邊有個 退後 那跟各位講 一般我們習慣是用什麼 用那個 Ctrl Z嘛 可是喔 跟各位講 在那個Photoshop 跟我們一般用有點不太習慣 它叫做 Ctrl Z之外還要加 Auto LT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的話 你就是用Ctrl Z 那如果你要退後的話 用Auto Ctrl Z OK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怎麼樣才會剛好 這樣嗎 有沒有 這樣好像不對 所以你再Ctrl Z OK然後你 反正你就是做出類似像 我們要的 這樣也不對 所以最後發現應該是什麼 從上到下 才對 而且最好你不能偏 偏的話變成像這樣子 它就變成有斜斜的感覺 也不對嘛 它有沒有斜斜的感覺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左邊跟右邊是一樣的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從上到下 那怎麼樣最接近 可能拉到哪裡還是個關鍵 有沒有你也不能太多 也不能太少 所以最後我其實我試的 蠻多次 我發現第一個一定要從這個點 而且要中間 向下拉的話 而且最好你不能歪一邊 歪一邊的話變左邊右邊不一樣 那你要怎麼樣剛好垂直 其實有個快速鍵 你按下什麼 快速鍵會變垂直的 你們如果用 對 小畫家一樣 你按Shift 有沒有 它一定垂直 哪怕你是歪歪的 有沒有 你如果放開它就歪的 但按Shift鍵它就垂直了 那可能大概拉到這邊吧 我印象中大概不要到底 底部的最上面 那把它放開 OK 有沒有很接近 那 有沒有 幾乎快一樣 大概到這邊是白的 有沒有 所以看一下 對 不過好像還要再下來一點點吧 好啦 差不多接近就可以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最後就會有個塗層 有沒有 它這個就是我的背景 那另外你們可以試試看這個塗層 你可以把眼睛閉起來 塗層就不見了 有沒有這個有點像是 浮在上面的一個東西 OK 重點在跟各位講 一 請你找到這個叫新增塗層的按鈕 這個 然後把這個 改一下 另外的話利用這個叫做 漸層工具 修改這邊的數字之後 然後可以拖拉 大概從這邊按SHIP鍵 拉到這邊 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 好啦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會有 有請